大家好,歡迎回來《軍公開密》 今晚又和鄭博士經濟 很難掩飾著興奮的心情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講到SpaceX 它去Launch Starship 發射星纜 終於成功試射了這次 當然整個過程 它的距離就是百分百完成的目標 當然有一定的距離 但是這次成功試射到 而比上次顯著的進步 都已經令人非常興奮的事情 還有陳博又真的剛剛做了一個直播 所以大家知道我當然不會放過陳博士 立刻抓了他過來做個賽後檢討 講一下這次SpaceX去發射星纜 有什麼得著? 還有比上次進步有什麼? 還有有些地方體內做得很容易的 那是什麼呢? 還有今天有些terms 陳博士可以和我們介紹一下 究竟是什麼來的? 讓我們增長一下見識 好 大家首先記得幫忙給like 還有免費訂閱包括包括新資 還有我們NEO Hong Kong 軍部棄言 好 陳博士 其實陳博士你好 阿威你好 大家好 是啊 陳博士 講到這次這個STARSHIP這個launch 其實SpaceX我們之前講過了 他已經為了這次這個發射 已經做了很多功夫了 我們之前也有跟大家交代過 可不可以簡單講一下 他這次有什麼事前功夫做了 還有跟著他這次發射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有趣的事情 是啊 其實很藉著這個機會 就很濃縮地講回這次這個視射 雖然做了一個直播 但是其實在過程當中 有些資料我都 原來發生了 都後來那些網友才告訴我 那我一會兒再慢慢講 那一些比較重要的資料就是上回講到 第一次視射 那我和Larry 你有做節目的時候就講到 四分多鐘就玩完了 現在大家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Larry 還記得嗎 上次的時候是射了上去 開始擺下擺下 跟著沒有東西分離 跟著沒有東西爆了 四分多鐘 整個過程 是吧 是啊 還有上次的火箭 Raptor 火箭有33個洞 就是那個人擔心 都不完 一路關掉 是的 由一路開的時候 一路越來越多就關機 就沒有了的 那也都因為他關機 就是有些東西關機 就沒有了 令到整個那個姿勢 那個推力不穩定 就更加令到他擺下擺下 然後他就失控 跟著就自我毀滅機制 那件事就完了 跟著我們就說 他可能想著六個禮拜後又要再試射 結果不是 等了七個月 那現在才再試射回 所以剛才我去看那個直播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在意的地方 就是他那個 33支下面推進火箭那裡 究竟有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 那上次流下來的問題是多的 有幾樣東西 那個由 33支小型的猛禽火箭 去扎在一起 整成的那個第一階段推進火箭 那個Booster 就上次做得不夠好 然後還發射那個底座 就造成了很大的破壞 無論是底座自己 和周圍的環境的破壞很大 那另外就是上次沒有成功做到一個分離 那這件事是幾個都是很大的問題來的 那這次你會發覺在第二次的試射來講 就有克服到這些問題的 在地面那個的裝置 就不再是一個純粹運營土的發射台 上面有一個鋼板 下面通了很多是可以有水在那裡冷卻著的 一個系統 變成你的火箭一發射的時候 那些熱量打下去那個發射台的鋼板上面 就下面立刻有個水在那裡冷卻著 即是變成有部份的能量 就由那個水氣那裡帶走了 變成整體上對周圍環境的破壞就沒有那麼大 那另外呢 就是這次你會看到就是在那個33支猛禽火箭 去組成那個推進的部分是有改進到的 另外就是說呢 在那個分離的部分 由那個下面第一級和上面第二級的那個火箭中間 那個分離部分呢 是有一個質量上的改進的 那麽這次可以看得到的 那麽所以你說如果比較簡單的來說 雖然這次最後的試射 最後整支火箭 都應該是屍骨無全的了 我們希望它完完整整 全部東西都可以回到地下的 但是這次就全部東西都是毀滅了 但是呢 比起上次第一次來講呢 都是有一些的 幾重要的質量上的進步 那麽可以跟大家總結一下 是的 那麽還有呢 這次呢 就都有一些terms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就問問陳博士 例如呢 我看到呢 有個字呢 我經常覺得呢 它好像我們平時 說那些飛行員承受的那些G力 就是正9G 負3G那些 它一個叫Max Q 那這個Q呢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為 就是人類那些飛行員承受的那些叫G呢 火箭承受的那些叫Q呢 嗯 嗯 它不是完全同一樣東西 但是它中間牽涉到那個力學那些 就有一點點相似 但是這裡你容許我講遠一點 就是整個計劃本身那個發射裡面呢 它是真的要很仔細 將不同的階段 是用到秒來計的 譬如你說 無論在第一次試射和第二次試射 它發射前的兩個小時 就已經要拍板 我們進不進入正式程序 你要進入正式程序 好了 你要提前一個多小時 分別把第一級和第二級裡面的火箭燃料 還有的助燃劑都要進好 那為什麼要是臨時才進入啊 那因為這些東西很容易漏的 還有要保持一個低溫的狀態 你不可以把它當作汽油 這樣進入在那裡 又可以去砍在那裡的 那否則就是呢 你又可以去砍在那裡的燃料倉裡面的參數呢 很快就會跌出你那個可行可以忍受的範圍之內的了 那另外在那個裝好燃料之後呢 你也都要容許整個那個火箭呢 還有那個引擎呢 進入跌入一個穩定的溫度那裡 因為你打一些很冷很冷的東西下去的 那你是要希望整件東西進入一個穩定的溫度狀態 入好燃料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等它起飛點火 就算起飛點火 我慢慢就會講到你剛才講過Max-Q的概念那裡 一開始第零秒點了火 基本上兩秒後你就看到它開始整支向上動 那它一路向上動的時候呢 如果你開始速度不高呢 那個阻力那個空氣給你的阻力呢 又不會那麼高的 但是隨著你自己本身的火箭加的速度越高 你就知道迎面越來越吃風的了 但是同時間有個效應就是 你上到越高的空氣那個密度就越稀薄的 那所以你就要想一件事情了 那究竟我下面一路的火箭一路將我向上推 前面又有一些的空氣將我阻礙我 那整件事就好像被人在上面又壓我 下面又推我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整支火箭本身就會承受了一個stress 有個擠壓在那裡 那這個擠壓 你說如果在開始的時候呢 就不是最大的 因為它只有下面那個噴射的推力 前面的封阻尾不是很大 去到最高最遠的時候呢 沒有什麼空氣沒有什麼封阻的 但是引擎本身自己呢 有可能已經要熄滅了 那所以那個擠壓也不會最大 中間就一定是經過某一個特定的時間點 某一個位置呢 它就是在承受著 嘩 風阻也很大 下面的比外推力也很大 我整支東西被人兩邊擠壓 那就是一個maxQ 就是那個擠壓最大的時候 所以你說和太空人承受的那種G力 就是有部分是 但是又不完全是 而這個maxQ的時刻 怎麼出現在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升空之後的第52秒 所以呢 一直做直播的時候我提醒了 記住啊 升空之後 除了升空那一刻很漂亮之外 就接著去到第52秒 它能不能夠熬得住 這個火箭結構熬不熬得住 這麼大的擠壓 熬得過 過了一關 好了 接著下一個時間點是什麼呢 就是第2分39秒的時候 下面的第一級的推進火箭 那33支猛琴 這次很幸運 也不是很幸運 我覺得他們是有功夫去改進的 就是33支齊齊整整 由第0秒到第2分30幾秒的時候 全部都是齊齊整整的 就不會說有些中間是熄滅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幾 就是幾大進步 所以當時一邊看的時候 哎 興奮了 又過了一關 那然後見他沒有熄滅的時候 2分40秒左右 又沒有準時地去做分離呢 那結果就是大約看到了 2分44、45秒左右 那見他那個分離程序開始了 下面那堆猛琴的33支 就慢慢去逐一熄滅 就剩下最後那2、3支 然後上面第一級的STARSHIP 上面那支這樣的黑色箭頭那支東西 開著 然後就分離 看到他成功分離 那其實呢 一直看著那個過程 就是一直看著那個位置 很興奮 因為每樣東西都好像 一直按著計劃這樣去 那但是呢 Larry其實你沒有看到的直播 是不是? 我沒有看到的 是的 那開始呢 那個劇情就有轉折了 那就是成功做到分離 我覺得是整個 今次那個 整個直播最振奮的那一刻來的 但是隔了很久呢 在那個下面的 最主要那個 由33支猛琴組成的那個推進火箭呢 他就需要做一件事 他就需要調整他的方向 他已經把前面的支出去了 他就需要調整他的方向 那麼他用它僅如 剩下已經預備好的那些燃料 調整好的方向 就要靚靚仔仔 回到墨西哥灣那個基地上降落的 就不像平時其他的火箭 那些東西就扔掉 這樣就跌了去哪裡就不理的 就不是了 但是呢 在他調整的方向 他就不太調整到 看到他有一點點不穩定 但是甚至乎爆了 就突然之間爆了 那麼剩下的 就是那支前面的星星 就似乎沒有什麼受影響 就繼續推進 就是在畫面裡 都看到前面那一節的星星 它的引擎開著了 而且它那個離地面的距離 越來越高 那個的速度也都不停地提升 一路去開著了那個噴射引擎的時候 一路就繼續去提升 那所以那一刻呢 我自己有感覺的 我覺得前面的星星星 至少可以繼續去 那只要一樣沒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它會不會可以在原定的計劃 就是在發射之後的90分鐘後 準確是跌了去太平洋那裡呢 它整個飛的軌跡要是這樣 由它那個佛羅里達那邊一上 然後呢 就會橫過了整個大西洋 橫過了非洲 進入了印度洋 再去到太平洋那邊才 就是跌落地 它繞那個距離呢 是沒有說繞足地球一周 但是繞了大半的了 就是原定的計劃 就是在90分鐘之後呢 前面那支星星星就會抵達 那我就想著 那一路慢慢等 那但是呢 原來在最後時候發覺呢 就是前面的這一節呢 它是和地面失亂了 那一路那個直播的時候呢 開頭看到 發射之後 完成 在兩分多鐘完成了分離 但是一路去到七分幾八分鐘 畫面拍到都沒有什麼事 但是原來去到第八第九分鐘呢 就失去聯絡 甚至去到第十一分鐘的時候呢 就發覺找不到 那跟著呢 就 其實就已經是 相信它是應該一個自我毀滅的機制 就啟動了 那所以最後你聽到的其實結局就是 就是呢 無論是下面做主力推進的第一級 那它沒有向原定的地方降落 提早爆了 上面準備要去到太平洋目的地那支呢 也都沒有去到目的地 都爆了 那整件事就是 就是有些東西就沒有達到100%成功 但是你會在這個過程中看到 就是有些東西似乎是 比起上次是已經多了 嗯 因為你聽Elon Musk說呢 就是 他覺得今次呢 他就好像說 之前說很有信心 可以完成60%的target 嗯 陳柏仙你怎麼看回 你覺得它 今次那個target上 你覺得 算不算簽額完成 還有你覺得 那個progress 你覺得你滿意嗎 那我覺得如果Elon Musk說 完成到60% 我覺得他是完成到60%的 是的 那只不過能不能夠完成到90% 那我就可能不太認同了 那大家都聽得出的差了些什麼呢? 我原本是希望前面那一節 Starship可以去到目的地 後面那一節那個推進是可以回收的 自己能夠靚靚仔仔仔 就像平時其他SpaceX那些發射那樣 整支這樣很漂亮的翻回去 就是照計整個原本最理想的那個過程就是呢 當我看到那個發射之後 看到它分離 然後那個注意力就會放在 後面的那個booster那裡 就看看它可不可以在原定計劃的發射後 就從六分鐘回到那個墨西哥灣的基地 那裡很靚仔的降落 那這件事最後沒有發生的 原定的計劃就是 在那個六分十八秒 那件事本身就會跌回到陰速以下 然後在六分三十秒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就差不多到地面就著陸了 然後再等多一會去到八分幾鐘的時候呢 那個前面第一節 就是那個Starship呢 它就會用完它預定的燃料 它就會是一直就向著目的地飛過去 但是呢 一直很 就是你會發覺很預計不到一件事 就是可能Larry你都可以給一些意見 就是 它是跟地面失去了聯絡 然後就啟動了 應該是有啟動了一個自我毀滅機制 就是也不需要等到它九十分鐘後 才知道結果了 就是它應該就是沒有去到非洲的時候呢 就已經在那個大西洋上空那裡 應該自我毀滅了 它那個失去聯絡是有些特異的 就是因為我們經常見 就會少點看到這件事 就是會無緣無故失去聯絡 就是會少見 不過這麼說 就是我們說到NASA的那些 他們就是整套技術 包括它除了有無線電 有很多其他backup的系統 衛星通訊等等的東西 那我猜就全面一點的 那你說作為一家私人公司 當然沒有那麼多resource 所以我猜可能那個 就是我們說那個redundance 勇於就沒有國家級的資源那麼好 就是它只有一種的通訊渠道 或者兩種 可能如果在NASA 就是美國國家級 可能有兩三種 所以如果我們經常說 Mervis Law一出現了 他們還有一些後備 可以馬上用一些backup channel 去做 尤其是我們知道 那些導彈防禦系統 你一定會追蹤到這些東西 你難不難折到一回事 但是你的追蹤系統 照計也有在 但是現在就似乎 我都會傾向你的說法就是 它自己地面還有沒有能力 就是不要想別人其他資源 你自己作為那個主管發射的 你有沒有能力繼續 去跟那個火箭聯絡 那沒有了這個能力 然後就自我毀滅 就是當然了 如果你說 如果它沒有啟動過自我毀滅 它已經進入了那個狀態的時候 最後會不會都飛到去太平洋那麼遠呢 就是過了大西洋 再過了印度洋 去到太平洋呢 我覺得應該可以的 因為當時看到 那個火箭最後的蹤影 那個直播 它已經是過了那個 離地面100公里的卡門線 已經進入了一個叫做 差不多太空的那個位置 就是究竟你說 離地面多少才叫太空呢 這裡大家經常有得爭的 但是有人就會說 其實呢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你能夠過了地面超過100公里 就已經是那個大氣搏到的地步 你不能再做任何有效的螺旋掌 或者噴射式飛行的了 你就一定要靠火箭來噴東西才行 有人就說那個位置 你已經可以叫它做太空了 因為你一定要用到太空科技 才能夠可以繼續在那裡飛 那麽這次這個星期 它是進入到離地面145公里的 然後它的速度已經是 去到最後那一刻 看到它累積到每秒都6公里的 所以你如果不毀滅它自己 繼續一路飛 那一路應該都可以去到很遠 但是就會變得不負責任了 就是他們其中一個擔心就是 會不會是跌了到陸地上 那你打對其他國家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現在就是說 它沒有去到非洲的時候 已經是自我毀滅了 就是如果你說它沒有自我毀滅到 它應該可以自己繼續去飛 一個更長的距離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那個工程上 我們當然希望那些東西是受控制的 就是一路可以追蹤到它 因為你想想你還要入到太空 入到太空我都是希望那些東西 我可以追蹤到的 還要是希望在更加遠的地方可以追蹤到 現在是一個來地面百多公里的東西 都追蹤失敗了的時候 那就是它用那個 就是啟動自我毀滅機制 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是啊 因為如果它真的沒有自爆 最後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是啊 就是一路去到非洲 就是可能去到一個 你說沒有人煙的地方都會正常些 但是始終都可能摘爛了別人的東西 又牽涉到外交事件 是啊 就是國際事件 例如你摘到財產損失都還好 摘到人 甚至乎在大城市上空 是啊 就是用導彈將它擊落 甚至乎沒有了 甚至乎沒有了 未必有 這樣也真是大件事 我覺得這個也是負責任的 好過有些國家不來的 純粹搏大霧地球有70%海洋 是的 還有在那個位置上自我毀滅了一個好處 就是什麼呢 因為它在卡門線以上 這裡講一些這些資料 就是你如果從地面到大約12公里左右 就是那個對流層 就是我們那些天氣現象發生的地方 然後那些普通的民航機 就會在對流層以上 去到12公里或以上的那些平流層的地方 那平流層就去到由12到50到60公里 那去到50到60公里 再上面就是那個叫做 中間層 那卡門線 甚至乎這次的星期 就是在這個中間層以上的位置 那譬如你說 很多那些隕石啊 流星啊 跌下來的那個大氣度 大部分會在哪一層上消毀了呢 就在中間層那裡消毀了的 那所以呢 如果它在中間層以上那裡 爆炸粉碎了自我毀滅 它那些碎片 基本上就好像那些隕石流星那樣 就在中間層那裡就會燒光 那基本上呢 就沒有什麼 就是不會有什麼大件事 因為它是爆炸性粉碎 就照計不會有什麼大件事 就會落去地面那裡 那所以呢 在那個 那個中間層以上那裡做自我毀滅 就相對是一個比較穩妥的做法 就不要等它去到reentry 就是已經整件事大大塊 已經還落了回來 那個對流層的時候 你才來爆炸呢 那其實就更加危險 嗯 就是比較有足夠時間去燃燒啊 所以就不會太多碎片下來了 好 所以就這次呢 如果這樣說呢 陳博士 你如果覺得這次呢 接下來的那個進步的期望 會去到哪裏呢 就是下一次第三次了 Starship launch 你覺得期望 下一次我們會期望看到什麼呢 那就是這樣的 剛才就是在那個live那裡 都有跟一些聽眾去猜一下 那其實這次是壞了些什麼呢 那就是大家要留意就是 那個第一節和第二節 就是那個第一級和第二級火箭分離 做那個熱分離那一刻呢 那它是下面第一級做推進那個 後來爆了 那首先這種熱分離其實是不容易做的 因為你是希望呢 不要浪費任何的推進的力 就可以一路吃著那個力 一路把那個第二級前面那個推上去 那但是下面那你還希望是可以回收到 那就是說你很希望在過程裡面 上面不要有些什麼受到破壞 那不要忘記就是在做熱分離的時候 前面那支Starship那個屁股 已經噴了一些很厲害的氣體 就是落了後面那支東西的那個頭那裡 那會不會造成一種破壞呢 對那個結構受到影響 跟著之後令到整件東西是更加容易爛呢 那這裡我純粹推測沒有什麼根據而已 就是你說下次你怎麼確保它不會爆呢 你真的要看回它這次那個推進那個火箭那裡 究竟是有些什麼位置是令到它不理想爆了呢 似乎在結構上面可能受到一些損壞爆了 還是它原來是根本把它能夠控制 返回地面軌道的那些裝置壞了 噴爛了 然後就令到它沒有辦法有把握 可以準確到落地 於是觸發到它的自我毀滅呢 那暫時在這一刻我還沒有找到資料 就是我想馬上在新聞那裡即時找回 暫時還沒有找到 那我覺得至少在這些這樣的 無論在下面那一級的推進火箭的結構上面 看看有沒有受損壞 還有上面那個零件那個控制去著陸調整 它方向那裡有沒有受到影響 就是很粗略地在這些地方要賣手去改進 而另外就是那個通訊問題 就是似乎這次如果不是通訊也會出現問題 似乎是前面那支星星星是可以去到更加遠 而且看到它那個最後能夠達到的那些參數 它要去到那個目的地似乎是能夠做到的 那在那個為什麼失聯的問題上呢 我覺得反而這個是容易一些掌握的 那比起以往的火箭來講 其實以往的火箭我不需要理會第一級推進那個 能不能夠安全回到地面的 那些東西用完爛了又可以去 這樣就丟了就算了 那但是我就會覺得如果SpaceX 它這次是要做一支完全可以回收的話 那它其實就要克服一些以往人沒有面對過的問題 那所以我覺得是當然有很多更加了不起的地方 那所以總體來說我覺得呢 它是達到60%成功的 那剩下來 怎樣能夠修正好的問題 那我自己來到這一刻 我有一點點樂觀的估計 我覺得下次第三次試射 就應該不用等7個月吧 照計就可以 可能接下來再等多3個月 那就純粹估計了 那另外有一些就是暫時沒有消息 也都可以大家留意的就是 地面那個發射台和周圍環境那裡 有沒有弄到污烈馬差 這次有沒有顯著改善 就是如果有改善的時候 也都可以保證到下次可以更加快呢 就可以拿到一個批准 可以再次上馬再次試射 是啊 那個地面損壞那裡 我想這次也有一個要評估的位置 那所以FAA呢 我們說呢 這次它會不會放行 就是我想看回這次 後續應該有些評估的 接下來會出多一點 那我們會再跟大家跟進 看看接下來 最重要的就是快點第三次 那個Launch 如果快點做呢 我們經常說那句 那接下來呢 包括阿提密斯的登月計劃 升那些登月計劃等等呢 可以on schedule 或者甚至乎可以提前的日程去做 那當然就 我想都是對大家 那些什麼太空移民啊 或者是外星旅行啊 這一重呢 那個的期望是會更加恩切啊 好 那我們這一節呢 就來到這裡 謝謝陳博士 謝謝 好 那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們 還有呢 也都記得like 包括科學新知 還有呢 軍武器人在這一邊 好 那我們下一節的軍公開幕呢 再和大家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